第一個送上來就是這個 最初我看過餐牌和金額 我以為它只是五柳蛋來的 還有外皮這裡炸得很脆 不會說有那些炸了很久 浸了很久的那種感覺 再夾點蛋 芋頭丸又送來 做得最好的 最能保持的傳統 最多客人選擇的甜品就是這兩款 7.5元 剛剛提到的那一半 7.5元 除了這個還有豬腳薑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我現在所在位置又是佛山 大家看了我幾天佛山的影片又來佛山 我應該是星期二來過一次 今天是星期六又來了 其實很方便 只要不塞車的話 如果在我們家裏過來不塞車 大概40分鐘左右 不過今天超級塞車 我們現在打算先去吃點東西 那間餐廳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 君臨餐廳 前這個叫筷子爐 全部圍著翻身 那他可能想農曆新年之前做好他的 是的 不要走這裏 他過年的時候就生意好了 寫大字賣頭盔 現在當然是趁龍女新年之前翻身好他 做好一些旅遊業 比如像我們上一集那樣看見 連環珠橋那裏都做了 是吧 我們走到外邊 往左轉過去 話說上一次早幾天 我來佛山的時候 今天跟大家說過 那條路叫寮園路 那裏有很多美食 那天因為時間有限 我沒有去寮園路 事實上當日也吃得很飽 今天我們就去寮園路吃東西 去那個徽記那裏吃豬腳 我們先吃了午餐 現在是早上午差不多11點 時間剛剛好 要有這種年糟糟的感覺 生活意識就一定是 就是這樣 回去龍津路那種感覺 前面這裏叫蓮花路 對面蓮花市場 超級大的 早前幾天我才來過 我們會繼續往這個方向走過去 就是去到寮園路 說一下位置 從前方轉右就可以去到祖廟了 斜斜地那裏就是教堂所在地 是隨處可見的應記棉家 如果回到這裏找食物 找不到又肚餓 想試一下本地風味 應記就是最好的 就是連鎖式裏面 佛山人對於飲食 就真的好似我們說的 對於一些老字號被遊客入侵之後 他又經常都說人家不好吃 社交媒體都很多說應記不好吃 但我就覺得還可以 大至少它的份量是不會令你失望的 而且價錢就真便宜了 在佛山南海順德山的地方 不說地鐵了 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巴士最多的最好 以及最多人坐的 就是佛山的了 你看看上面 更多人都滿了 而且如果用那些阳城通 那些什麼付款 嘟卡那些 60分鐘轉地鐵還有打折的 佛山通是吧 是不成通 忘記叫什麼通 我以前試過一次地鐵轉巴士 我也有打折的 不過就不知道有沒有 不過沒有都是很便宜 兩米那麼大把 原來就是佛山第五小學 早幾天我也有經過 經過當時他們都在上課 今天是星期六日 當然不會有上課 很多車 去得到潮安地鐵渣 又去得到銅濟路 坐巴士 兩元而已 終於我們又來到鳥魚路了 這裡又是佛山當地一間一條比較出名的食街 除了我們去吃東西之外 還會有糖水泡 淋淋腫腫腫的 一些老城區的感覺 來佛山 除了去祖廟和嶺南天地 大多數都是這樣的風格 因為今天是星期六 比我早幾天 當日是工作日 來到今天是熱鬧很多的 大家港車北上 應該未必來到這裡吧 但是這裡跟港車一樣 可以的話 最好沒有開車來 因為這條車很難 很麻煩 找一下有位 但是如果南海順德那些 就開車去 哪裏不應該開車呢 廣州的麗灣 有潮傘牛肉粉 魚粉 豬雜粉 我們在旁邊吃完中午飯 就可以馬上在旁邊 輝記甜品 吃完甜品 這裡的豬腳薑是很好吃的 我先說 那些佛山人 好像港車人那樣 說沒有以前那麼好 那些食物 就是講他 現在先吃中午飯 君臨餐廳有位 現在是剛才11點08分 在門面看上去 是以為好像很新派的那些餐廳 年輕人餐廳 其實就不是的 進來看見 跟我們回到華桂路 龍津路那些餐廳 是沒有兩樣 尤其是食物才是 薑蔥蒸海爐 45元一例 新菜上市 色 蒜 脆 香 雞翼 35元一例 有嗎 上湯 鯉魚球 蘿蔔絲 45元 有黃花魚 牛仔粒 7斤都有 還有一個餐牌 這個是 網紅菜單 叫做 據說 香 蘇 蜜蜜蜜 蜜蜜 是必點的 25元一份 還有 咕嚕五柳蛋 都好像是必吃的 是的 還有很多食物 大家看看這些 大多數都是30元左右 山水腐竹 美極紫蘇雞翼煲 又有 燒腩 都有 豆豉鯪魚 油麥菜 三豪三 我最喜歡吃這些 這些菜式 厲害 蒸水蛋 20元 蒸水蛋 大頭菜式牛肉 都是40元 我們在來的路上 其實 都知道 餐廳通常 11點鐘開門 都有點急 因為塞車 如果我再硬多幾分鐘 後面已經 錯到這樣 菜式 都是40-50元 沙薑豬肚 48元 貴一些 山蠔煎蛋 38元 還有 五柳蜜蜜蜜蛋 這是什麼意思 25元 茄醬牛肉 哇 這些菜式很特別 又不是說 回到廣州 都那麼千天一律 挺好的 雞翼 雞翼 雞翼吃不完 今晚吃不完 今晚又可以繼續吃 我們決定會叫雞翼 其實原先過來這裡 我們有想過幾個餐廳 第一個天海 天海就是最老字號的那間 100多年 都不記得 總之是清朝開的餐廳 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就是過去 前幾天 那一集影片 我們不是拍攝過給大家看 那個豬雜粥的 因為天氣熱 怕吃粥 就是一身汗 綜合考慮過 先過來這裡看看 加之 前幾天沒有走過廉原道 今天就過來看看 吃什麼 這個 1 2 3 好啊 你想不想吃這些 好啊 薑蔥蒸海爐 好啊 雞翼 海爐 雞翼 還有那個卷 就這樣定 不說得那麼好 又說到交通路線 其實就很近了 如果這裡要去祖廟的話 祖廟有兩個門的 三個 我們以西門為準 17分鐘只需要走 祖廟門 就已經是祖廟地鐵站了 近得那麼淒涼的 給大家一個建議 來到這裡 這個餐廳 雖然好吃 叫一些小菜 不要叫大菜 雖然我們剛才的魚 都想想不叫 叫一些小菜 可以打包酒那些 因為魚吃不需要打包酒 不要的 留在我旁邊吃糖水 豬腳薑 這裡開了很多年了 嗯 看到樣子像 第一個送上來就是這個 最初我看餐牌和金額 我以為它只是五柳蛋 好像不算是很便宜 但現在送上來 其實還有咕嚕肉 是的 這樣吧 嘩這個很棒 你有沒有吃過這樣 我們在外邊市區的餐廳 見過是有這樣的配搭 但不多 但如果說到這樣的價錢 是不可能的 有咕嚕骨 又有五柳蛋 五柳蛋 是吸飽的五柳醬汁 很棒 嗯 那些蛋炸得油夠透 始終廚房的油鍋夠熱 炸出來和在我們家製作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家製作五柳蛋 無論是醬汁和蛋 醬汁你仍然不好拌 總是有辦法 但蛋要用很多油 不是很合乎性價比 這個油不會炸得很油 習慣這麼多本地人吃 接著來嘗嘗這塊骨 這塊 這個應該不是中間有大肥肉的那種 是咕嚕骨 它裏面的肉不算很肥 但我至少這塊吃不到有骨 芋頭卷又送來 做得最好的 最能保持到傳統 這樣 有一點點 這個應該是腐竹的東西 我猜 還有 它一夾就散了 爽一放 剛剛煮好了 還有有個菜汁 我繼續吃這個 吃得一夾 這個 它不是有骨的排骨 但裡面不算很肥的那塊肉 我很怕它做什麼 還有外皮這裡炸得很脆 不會有那些 炸了很久 浸了很久 再夾些蛋 雞蛋 雞蛋就要吸飽一點汁 這樣就好吃了 夠傳統了吧 試一下這個 剛剛我吃過 天海 沃山很多 很多傳統的餐廳 再給大家看看 這位有沒有油 當然會有的 試一下 好溶的 好溶的 那個芋頭 好綿好溶 還有有味道 會有調味的 其實我覺得吃飽之後 可以直接到旁邊吃糖水 因為我們今天跳的 全部都是炸的食物 對不對 單做有雞翅 魚沒有跳到 炸的食物始終吃完 喉嚨會熱 口腔會熱的 好溶的 我馬上去吃糖水 好 這個很綿 不錯 它應該是蒸熟了 然後放進去 這裡 它是 它是外皮的脆漿 是散開的 然後是泰汁 我點點泰汁 試一下 應該沒那麼油 點泰汁 一條十三元 這個 十三元一條 不常見 不是經常見得到的 十三元 這個就是三十元 有排骨的 如果 在廣州 我說最便宜的 只是五榴彈 都收到十八 現在好像也找不到 熱情家 找到 只是五榴彈 起碼是二十三到二十八 如果在廣州 貴便三十 當然要 不錯 這個送法 超棒 我剛才吃的那一塊 都是有肥的 但不算很油膩 它的汁調得很好 不會太酸 有時候很口酸 甜口的粥 雞翼 雞翼就送來了 還有兩塊蝦片 等等 不要太急 這個是蒜香炸雞翼 它說明的 即是用蒜香炸雞翼 蒜頭 等等 再等一等 酸酸甜甜的五榴彈 五榴彈 全部都給我吃光了 超級喜歡 接下来 接下来 就試一下雞翼 雞翼不如這樣 我們用手吃 雞翼當然用手吃 你有沒有油 你有沒有 騙你 放涼一段時間 我還說還是很容易 我可以少多幾隻 它是咬下去 裡面是有汁的 外面是脆的 很脆的 但是中間的肉又很嫩 火焦就得好 將那些肥膏 如果但凡是炸雞翼 也知道 其實在炸的時候 或者煮的時候 有些肥油會走出來 你要將它把控得很好 這樣 油脂就出來了 外表的脆 裡面 又有雞肉 慢慢吃一下骨 而且吃得出是新鮮的 可能是雪藏的 但不是那種 雪到肉死死實實的 那種鮮雞翼 其實有時候不好吃 是要輕輕進雪櫃才好吃 雪得很久的雞翼 它可能會 很乾 血水流走 或者潔冰太久 會炸起來 沒有那麼好吃 這些就很好吃 天氣熱 飲得水多 所以要吃一些有味的東西 還有點一下泰汁 這個應該不會有不合適的情況 點一下泰汁的雞翼 你會選擇 你會不合適的 嗯 更清新的感覺 脆脆脆脆的 飽了 最終埋單87元 還有一個白飯的 即是說這個是30元 這個是13元 這已經43元 白飯我不知道多少錢 這個是30多元 不錯 現在已經差不多12點了 餐廳還要叫位 真是誇張 我們準備過旁邊吃糖水 但就不知道有沒有位 誇張了 已經要叫號了 這裡也不夠誇張 這裡還誇張 這裡看法都是要叫號等位 要不要等待人才回來吃 它都還好 但是沒有桌子 這裡是豬腳的 要搭桌子 超級多人 天氣一熱 這些餐廳是多人的 雖然有本地老街坊說 以前那麼好吃 但是我們這些 不是從事吃到大 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都是在疫情的時候來吃過的 這間餐廳很厲害 疫情的時候 都是這麼多人的 還有我們來是第二次的 對上一次來到的時候 還遇到一班來自香港的遊客 在這裡一邊走 很多香港遊客 這間餐廳好 因為旅遊團帶一些客人來到這裡附近 一輛車就自己去找食物 這些你喜歡吃多少 沒有人管 至於老婆就去決定吃什麼東西 這裡的紅豆冰是不錯的 這是花了15元 這個是7元半 這個是8元半 是的 沒有雪球的就收8元 加茅子多雪球 應該是這樣吧 因為他們的餐牌 都不是很容易看得到味道 因為可以加料 它這個是熱的嗎 不是熱 怎麼會熱呢 是的 賣熱的誰給錢 但是因為客人太多 所以搭訪 對面有兩個妹妹在吃 他們在吃豬腳薑 超棒的 剛才你吃過飯 我是會吃豬腳薑 是的 不是吃了飯 一定會吃豬腳薑 飯後甜品 那些芒果有多少 你看 好像有一座山魚 剛才貴著吃 嗯 是冬天來的芒果 嗯 至於我這個 是玉豆冰來的 我們先喝點糖水 我喝了一口 不酸太甜那種的 雪糕應該是什麼味道 應該都不會有很多不同的 不是那些名字雪糕很厲害那種 雪糕也不錯 上次我們有沒有吃過這個 接著嘗嘗一些紅豆冰 紅豆 吃完豬腳薑 很多人 就算現在這個時間12點 因為熱天到了 那麼難得旁邊也有一張桌子 真的難得 那些紅豆煮得很軟很軟 那些是煮好了放在雪櫃裡 這些糖水浸著的 哥哥接到客人的訂單 就會在那裡塗一個雪糕 黃豆冰一定是要配雪糕的 這個不是很多冰水的雪糕 一定要讓它慢慢溶 溶到糖水那裡 這樣就棒了 否則不好吃 沒有不好 對 這個 最疏陷人選的甜品就是這兩款 7.5元 除了這個還有豬腳薑 都要吃 哇 很棒 對 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 是疫情期間 這條街是很冷清的 唯獨這條路 最熱鬧的就是這個餐廳 這個糖水浦 有年輕人 有年長的家庭客 隔油油 整個旅行團包了 整個旅行團包了 很誇張 他們很喜歡的就是 有些豬腳薑 還有芝麻糊 芝麻糊 對 芝麻糊也好 芝麻糊 吃飽飽其實也不是說 等位置等很久 雖然客人比較多 因為始終吃糖水 其實幾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是挺好的 值得過來一次 廖遠路是否有多食物呢 接下來我們會去祖苗那邊走走 這邊繼續排隊 來到這裡吃東西 是一定要早 因為餐廳面積真的不是太大 這條路也有多食物 對面有鮮頭芽、火鍋、羊肉粉 好像也很有名 你看哪裏排隊人多 就在哪裏就可以了 你看佛山那些樹也不夠勁 大家看看上面是不是 真的好像廣州路城區那些感覺 來到附近 又看看附近樓價 這個勁了 就在這裏而已 它的名字叫做 寧南天地宜庭三 宜庭 不是三房 但是沒有什麼房源 它只有一套房源是租的 3,900元 會不會它是公寓呢 不得而知 我不懂 租3,000多、4,000元不到 有多合理 因為始終這裏是中心地鑾 和房子挺漂亮 沒錯 因為這樣的公寓 其實在交易時 會比較麻煩 這個是公寓來的 所以我們上網查到 它是沒有售盤的 陸法律分之49 就在這裏 這裏也有很多東西 舊街舊行的感覺 大家如果在剛才那裏吃完東西 又可以過來這裏行 這裏叫做 任緣 任 就是任我行的任 任緣 很值得去 還有這裏有個雲香小食 似乎也是本地街坊的最愛 對呀 百寶粥三元 黑米粥三元 炸麵三元 皮蛋粥也是五元 吃得飽了 很傳統的小食店 地方風味小食 早上6點到下5、8點 佛山很多風格的小食店 一去祖美奧路上 又發現一個牛雜堡 這個像是本地人吃得多 就不像我早幾天吃的那個 那個人是信錯社家媒體 有時候信得過 有時候信不過 有時候要自己走過來才行 大家記住 所以如果你想吃牛雜 有看上一集的觀眾就知道 回到祖美奧路上 突然間很想吃牛雜 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坐地鐵去鹼村那裏吃 第二個來這裡吃 看樣子 我未吃過 但都是本地街坊吃的 吃得過 那天是遊客吃的 這個行李裏面又有小食店 不知這個應該是這裏 沙遠小食 不知 這裏又是牛雜堡 牛雜堡後門 我們很少在這條行進來 其實這裏是嶺南天地 我又試過非節假日來 沒有什麼人氣 今天星期六當然有人氣 這裏已經不算最旺的部分 因為越近早廟就如熱鬧 老婆前幾天看社交媒體 不是說在這裏附近的公寓 是多少錢一平方米 2萬 5千 你不可以 要在地鐵站附近 一定要找中介才行 是的 中介有時候會找到給你的 但是網上的標價就不可 標價也不准 2萬多元怎會買它 沒有人買 大概 第一天要問中介 還有7千 這裏就是嶺南天地 先頭在鏡頭 都見到有些外國的家庭客 過來這裏玩的 是開心的 回到廣州 西關沒有 找不到這種感覺 旺了很多 這裏還要是外圍 還未入到核心 我們在那裏進去核心 進去看看 逛逛 看看有沒有什麼買給女兒 還有奶茶店 坐在這裏喝什麼天氣熱 其實奶茶店生意又開始變好 淡天地的好處 就是它入口夠多 差不多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看 這裏就是了 走進去 又有食物 又有購物 又有拍照 又有些古蹟看看 有時還會有雜事 其實我們今天來 就想看看那個雜事 話說 早兩天 應該是星期四的時候 今天星期六 是這個北帝彈 在祖廟這裏 都是有活動的 據說有一連四天的活動 但是第一天會熱鬧一些 今天是第三天 都是有些雜事 擺擺擋攤 女藍天地 這裏也不例外 如果到星期六日 這裏還可以有得看粵劇 這裏過去的 還有很多很優雅的餐廳 比如好像這一個 不知道是吃什麼 應該吃西餐 又不是 這個是 橫斯卡 不知道是什麼 吃這樣的漢堡 好像這些拉麵套餐 118元 兩個麵又有小食 如果是兩個人 這裏夠吃 有三款飲品 飲品三選二 或者這個 還有一體球 有兩個球員 這個是德國西餐廳 這裏是正常的 是啊 我看著你的股 有些香港人在這裏開餐廳 有很多香港人在這裏開餐廳 不奇怪 這個好 它是賣那些繩絲頭的 龍斯文創 有些茶餐廳 確實 我又試過節隔日 又試過非節隔日 確實 都是節隔日 最為熱鬧 即使是農曆新年的時候 非節隔日 都不夠今天熱鬧 我之前又來過這個餐廳吃東西 都不錯 風味多獨特 而且價錢不算太昂貴 選擇夠多 而且他們這裏 領南天地很多時候 會把價錢牌寫在門口 你可以看正確 有位置 東西適合 價錢合適 這樣才進去 進去之前 要不停在這裏 猜猜 這樣才行 還有小朋友在那裏玩水 在永慶坊已經有分店了 過年 可以坐在上面 我都未坐過上面 挺舒服 有些雀籠 不過東西是沒有雀籠在裏面 這裏是香港人開的餐廳 可能 好像是 有很多外國人 挺開心 來到這裏 好像很優险 好像回到西關 西關我覺得 比方說 商業化濃了一點 甚麼叫商業化濃了一點呢 就是 而不得你快點吃完 快點走 不買就最好不要進來那種感覺 這裏就沒有那麼濃的那種感覺 這裏還有阿麻手作 裏面有這麼多人 那裏面 聽說都能開到香港 甚麼呀 有米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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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也有的 我知道 好像賣手袋那樣 吃雪糕的 這裏 廣州都好像不見了 不知道 那個萬寧會有沒有 有都不出奇的 這麼漂亮的 吃雪糕 看到雪糕這麼漂亮 都想吃 好像在賣手袋 名牌手袋 這裏又有唇特掃 好像我上次來 它都還未開業 有魚生 又或者是 一個沉皮 是 沉皮碌我 但沒有寫價錢 我還以為60元 這裏除了進去餐廳吃東西之外 其實你又可以買一些小食 有椅子 供客人坐著吃的 其實是挺好的 就不會像我前頭說的那樣 那麼商業化 那裏是連一張椅子坐下都沒有 雖然我都很喜歡去永芳 它有那個車輪餅 記錄而生 很多年輕人的東西 挺開心的 這裏又有茶餐廳 這個位置 這裏是要比永芳大好多的 一大那些店舖又有不同的種類 這裏不是只有餐廳 另外樹木也是很充裕 有意大利餐廳 這裏有泰國菜餐廳 但裝修不是很泰國的 2012年開業至今 不是 兒子餐廳 你喜歡這裏 含生 我又有泰國菜餐廳 這個簡氏別墅 真的長期都不見他 開門 也是這樣關著門 沒有辦法 這裏就是 男友兄弟煙草公司 那個家族的別墅 就好像搬去香港了 當時他 是呀 簡氏別墅 佛山很多人姓餐 簡氏 嗯 簡氏 清朝 這磚是怎樣的 哦 紅沙癌的磚 特別大舊 窗裏面是有防盜網的 有錢人 這些應該沒有改過 風格 可能物料改過 但風格沒有改過 以前怕盜冊 所以有防盜網 一陣子逛下 又可以拍照 舊屋一陣子逛下 又有餐廳 前面這個應該是咖啡店 來到星期六日 就有這些雜事可以看 它就不是很長 以及不是有食物那種的 都是賣一些工藝品 這些手工製作 紅木等等 但是面積都挺大 這個叫曉氏宅 前面還有賣無人機的地方 其實我在拍攝 現在影像這部機 都是在上面購買的 要專程過來佛山 因為當時沒有貨 這邊正在賣一些手工食物 當時我都來看過 因為節假日 人多星期 工作日就是人少 很多這些 無工仔 很多人來到遊玩 順便還要拿出行李 這是深圳來的遊客 我猜 在那邊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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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木雕 好像在令藍花蜜市場見過 不過燒了 還有黑膠碟賣 在這裡 這個是寫著什麼 街牌 我賣相機 很新潮 又有酒杯 對不對 那個公仔的石頭 在上面畫畫 有貓咪頭 貓咪頭畫得很好看 還有這樣的裝置 這些裝置不是長期 佈置在這裡 是時間限定的 小朋友就可以在這裡拍照 小妹妹特別開心 男生喜歡跳跳紮 女生喜歡漂亮 喜歡玩水 踢水 去水池 潑到人都濕透 男生會潑一些 女生喜歡拍照 還喜歡扮美 妹妹 多漂亮 男生喜歡在這裡拍照 整堂畫 很容易鬧 平時我喜歡 我平時喜歡 工作日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鬧 但是那時候遊客會比較多 四人套餐 三至八 四個人 嗯 又有 同時又吃的那些差不多 吃魚 順德菜又可以去隔壁星巴克菜 尤其是我們先頭這樣 如果說到本地風味 一定是先頭遼原路那些 走過來北遠的十多分鐘 但是如果叫我在遊客 我不想去那些 那來這裡也不錯的 封劍有人 又便宜又貴 這個龍塘師社 其實我也經常來看 看看今天節假日 有什麼樣子 不是那個李兆基 是啊 不是那個李兆基 但是這樣 這裡就是龍塘師社 有時候會有些 製作人過來這裡拍攝 所以要跟他們這裡溝通好 那裡有展覽看的 但是就不算太多 反而最精彩 我來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咖啡店 喝過幾次了 有一次拍攝過 但就不是每次拍攝給大家看 這裡叫我二十多元 不過就是這棟 這棟像不像那些 TVB劇集 那些叫什麼 文初街那些屋 就是這樣 不過這個是真的 那些是搭出來的 看著這個製作 來看看 或是對方 DAVID 給大家分享 这是什么呢? 因为3月3日会有巡游 跟广泽一样 巡游已经过了 变成一个庙会 庙会是在面前搞的 佛山总庙庙会 其实前面就是后门 我们过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玩 就走 不过有一个小问题 今天天气热了很多 我看怕都没什么玩 很有巡游 那些穿着服装巡游 应该是大会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吧? 游晒游热 游晒游热 都挺拿命的 所以之前有说 叫大家回来广州 其实佛山也算了 游玩要选择选择选择 下一集到最尾的时候 我也没认得到 因为港交会 即交易会的酒店价格 是飙升的 如果大家想以后回来玩 又不怕那么热的 选择4月初 4月10日之前 回来就可以了 这道板摊真的刺激了 哇 在这里干了 干了 不行不行 岭南天地里面好些 虽然交租不玩不行 你看 小朋友在这里 这样来拍照 但是客人就不多 中间还有几张蛋 免费给人坐 不过都没人坐 哪个坐 辣椒有吗 也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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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元大减价 也有10元 进去就是祖苗 我们不进了吧 不进吧 不进吧 而且我早过几月才去过 这就不必了 好玩的 夹时间看省思 就可以了 前线楼那里都布了 但是佛山 始终像广州 是很多树木的 如果有南海贵城那些 好像这么多树木的地方 不多都有 那边也很现代化 那边是很现代化的 千灯湖就像珠江新城 我们开车经过 如果在方村一路塞一路塞 突然间去到贵城 就变得很现代化 好像去了珠江新城那种感觉 佛山既会有现代化的 亦都会有我们先流去那些 比较传统的 又有祖苗这些 可以进去参观的文化古迹 还有卖球鞋 又或者有卖手的电话 很多食物在这里 双皮奶都是18元位 很漂亮的 里面的座位 反正都是 四百元的老婆还要围 那个餐 我们刚才看过餐 有生蚝 其实不是 是茄子 没有权是肉 有鸡 还有太湖白鱼 都不可能是新鲜 到来广州和佛山 有树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气温已经超过30度 广州和佛山 即是大湾区这些地方 要入到夏天是很容易的 大家看看 已经变成夏天 如果再过多一两个月 其他这些 就算没有太阳晒着的地方 都会觉得很热 而且整个身体都会濕 一喝水的身体就会濕 确实 真的不是一个最佳游玩的时候 如果你说有有约 那就可以 是加拿大 冰天雪地的地方 是的 你会回来这种感觉 就是大地方 例如说 如果你在澳洲 觉得那里很冷 其实澳洲不是很冷 但是如果很冷 加拿大夏天也不会冷 回到夏天 现在也挺好的 我看 你还在下雪 是吗 对呀 不要紧要 我们又慢慢走回去拿车 这里还有大家下 是不是真的像广州 为什么这么近 叫天地路 佛山这里 停车也是很贵的 而且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 我们前后停车 找了几贵路 停车来到佛山 我只会在梁园旁边停 星期六日会便宜一点 去到工作日又会贵一点 很有趣的 这边他们也有写着 之前应该早几天星期四有巡游 三月三北帝达 写着 我们就去了半糖路 城中村那种感觉 这里就是祖庙 再来前面就是那个酒店 附近比较好的酒店 这个是近祖庙的大家乐 如果大家回来竟然想吃大家乐 都可以 因为它很近 梦能天地 大家乐的东西 应该心中有数 是打算在这里走回去停车场 原来又有这些美食街 写着 泰国老窩冰咖啡 搞到我想喝一杯 是这种的 这种是碟水 应该是拿个瓦煲做的柠檬茶 美女拿着煲凉茶的煲 在这喝柠檬茶 挺有趣 这些是别人家的停车位 前面有些美女在这里拍照 因为近明南天地 城市富级咖啡公园 因为这些容易开 糖水泡 其实南海都有 这里做什么 不知道 这里是喝日式的抹茶 我猜我真的不懂 因为太年轻了 太年轻了 花很漂亮 那些花很漂亮 是这样的 尽店消费借住百票 是这样的 佛山真的可以慢慢发掘 广州我们现在是熟 佛山肯定没有太熟 这里又有卖 这个是喝酒的 是 佛山比广州好多 在广州里有些 基本上是很窄 很窄 这里起码能走到车 进来 这些基本上 行不太深 这些房子 如果回到广州 如果在老城区 两万多三万 是 这里我猜是一万元 应该可以 但因为我找不到相关资料 没办法 都是这些这么旧的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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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里 我们是时候要回去 回去 拿车回广州 下集见 这个星期 来了两次佛山 说明什么 其实很方便 不会说 攀山摄水 就算坐地 有时候可能比开车更快 因为开车是会塞车的 想起都害怕 懒 其中一个 不用有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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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见 帮忙分享影片给你的朋友 还有帮我点个赞 下集见 拜拜 多点回到十三万 同年去广州 没有什么分别 一分钟可能比天然更快 拜拜 有区来 还真 Hashtag 有点 有点 无量 在这艘 下集见 这首歌 最后 也看到 离开 这首歌 这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